到这个时候你们是好命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现在你们来到我们道场 最好命 天的人这么多人看着你们 这么多人栽培你们造就你们 这么多的庄严佛堂 这么多人能说能讲的点成是讲师 那很那很好 就是你学生吧我们都可以 这么班这么班都有 那个你能够讲能够说 后边你要度人的话 那是人很多很多 所以现在是最最好办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的既然入了我们这个班 就是缘分既然得了这个缘不要失缘 这开场 这叫开场先讲一点话 还没有正式讲题 那么今天时间的限制 我11点一定要到从头堂去 带着他们给老母谢恩 所以这个话不能多讲了 那么开始我们今天所研究的一个题 就是孝道 那个孝道 是人道方面 大家都知道 这个人道做不到 就他们到天道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们修为的法门呢 是什么 是如教法门 是如教修为的法门 那么如教收缘 那老师师母领导我们 我们现在是入世法 不是初世法 那么所谓初世法 都要剃度 头发剃掉 剃掉三尘烦恼 如果我们要是拜明师修初世法 可能我也不修 这个头发剃掉是不太好看的事情 你怎么 哎呀 看不过空山 老物 人生 我怎么样 怎么能都可以 你叫我头发剃掉 真是不好意思 太遭遇形象了 我这个修为的法门 我会不接受 这如教育收缘 是入世法 我是由入世而出世 那我都完全接受 不但我接受 我们大陆上的很多人 小姐 太太 先生 大生意人 董事长都接受 就是家庭也有 事业也有 工作也有 钱财也有 通通有 你也修道半道 你也成道 这件事物最好修了 可是呢 有修为的法门 有一个方法 一个门路 就是什么 就是老师师母教导我们的 有三纲五昌 五轮八德入手 我们现在都谈到一个孝字 你说我们相继讲 三纲五昌 五轮八德 这个题讲下去的话 是很久很久 专人谈一个孝 孝为百善之手 孝为八德之先 孝就是最重要的 自古以来 忠诚都出于孝子 这个孝是最重要 这个人要是不孝顺的 七下那七个德性都没有 你这个人要是孝顺父母 不给父母难看 叫父母脸上有光彩 那你这下边都可以做到 他不会和显连寡实 又没有连又没有持 他会做孝子的 不可能事情 他保护父母的名誉 他不会做一个 不连不持的事情 这个孝很重要 那么现在我们 既然是修天道 现在我们先由孝道入手 那么怎么入手呢 就是当初圣人 孔老夫子留下的这一本孝经 这本孝经是太好了 你们都应该都看过 那么现在我们在修到半道 开始学到这个阶段 一定要读这个孝经 四书跟孝经都要读 那么现在我们就引证 孝经上孔老夫子说的 这五种孝 大家同时念一次 这个我们就是简单的说一下 大家都很清楚 孔老夫子这本孝经是跟谁说的呢 是跟曾子讲的 因为曾子是罪孝 那个孔老夫子说 你想做一个孝子 侍奉你的双亲的话 那么第一呢 居折至其境 跟你父母在一起居住 相处 你们要恭恭敬敬 所以我想这个五种孝 上之于天子 下之于素人 意思结于此为本 我们在父母在一起 相处居住 在不停